这是由主队的孔令萱对阵八一队的韩正东 两名队员也都是95号啊 韩正东的冲击赛事的年龄是97年 出身在广州 现在国家队的主力队员 孔令萱是96年5月份出生于山东的济宁 左手鸿派 这场球不论是从这个世界排名 实力还有名气上来看 都是梵振东优势比较明显 孔令萱是2013年在国家队队内竞争交流赛 终于总成绩第三的身份进入到一队的 这球打得漂亮 梵振东是这个新科世界冠军啊 刚刚在这个一周前的视频赛中 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单向世界冠军 他也刷新了这个世界杯的记录 成为最年轻的世界杯男单冠军 他去年还和那个张继科 马龙许心方博 获得第一败世界杯男子团体的这个 这个冠军 他是这个团体赛的主力成员之一 刚才在比赛开始前 这个观众在喊小胖加油啊 小胖就是梵振东 对 说是一开始呢 这个国家队队友觉得 他有点这个胖乎乎的 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说好小胖 好的 2比6 在第一局比赛当中 换发球2比6 在第一局比赛当中 这个反正中的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 这球拉得又迟又长 这孔敬圈呢 也在这球都变化 发一个短的 球的下旋 比较厉害 结果这个 反正这边呢 揭发球的质量不高 被他抓住机会 猛抽一把 扳回一分3比7 发球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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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啊 拉也不是 消也不是 动作就有点变形了 很难受 很难受 而且呢 打得有点追身 就勉勉强强 就是挡上一板 肯定就出界了 发一个短子 带一点下旋 但是赚的并不是很厉害 这边的凡城东可能也 判断失误了 消灭板消灭有点 有点重了 直接出台 五十比四 到了第一区的局限 操保 抢攻一板 这场没有中吧 那个孔立先得分 凡城东连着两分的失误了 连接两次失误了 六比十 短球对转球 七比十 赛前啊 凡城东也表示自己其实是有点疲劳的 因为里面奥运会后 他是没有系统的训练 然后一直在参加各种比赛 发一下操吧 七比十 嗯 接下来是小龚一板 11比7 结果凡城东是11比7 拿下了 第一局比赛 好 江苏队今天 也需要两个努力啊 我们来给江苏队加油 来江苏队 加油 江苏队 加油 江苏队 江苏队 加油 江苏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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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八月份的这个里约奥运会上啊 这个凡震东也是跟随乒乓球队去到里约 不过他是屁侃的成员 嗯 凡震东是那个2008年 被八一队选中 呃 当时只有11岁 呃 2012年进入国家队 呃 第一次参加这个世青赛 就获得了世青赛的南单混双 南堂的冠军以及是南双的亚军 看一下第二局 凡震东 就跟着队伍去到里约 但是没有能够上场参赛 凡震东也是觉得非常遗憾哦 哎 这个鞋发球这个事物大了 判断事物 嗯 突然打到他反手 嗯 黄金轩 加油 上手之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变现 黄金轩 加油 黄金轩 加油 黄金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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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按照凡震东现在的这个发展势头 他很有可能成为国平将来的这个领军人物 嗯 因为李悠英会后他确实表现的非常突出 连拿了三个冠军 中国公开赛 全国锦标赛 和世界杯 等于算迎来了自己的一个这个大爆发 嗯 到了一个一个小的高峰了 而且他在平超中的这个战绩一直非常好 去年他的这个胜率就是十分的高 给党对方的反手 三比三 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的凡震东是十一比七获胜 第二局双方是以三比三暂时暂平 嗯 这个就发的好 就是冲着对方的这个 创一个直线冲着对方的反手去的 线路也比较叼 嗯 比较叼 要生动叽叽的打法 嗯 哦 哦呦 这个球可能能拉过来的这个速度太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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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界 5比4 孔林轩这种左手横卧球拍 胡旋球结合快攻打法在新的年轻球员中还是比较少的 切发球抢攻一把 因为上选的过去速度比较快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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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这个梵振东揭发球的质量都是挺高的 红一轩 加油 好的 这抓住机会的上手 进台的抢攻 往前的抢攻 这种球往往拉起来 往前的进攻嘛 往往就是因为 在距离上的这个 缘故吧 往往就比较主动 好的 这个球比较难 7比7平了 这个球比较难 接码就出界 加油 反正东 加油 反正东 加油 反正东 加油 加油 连得得 孔林轩连得两分 加油 孔林轩 加油 孔林轩 加油 孔林轩 加油 这几分孔林轩都打得比较主动 嗯 好的 孔林轩 连续的 静太进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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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乒乓球就是你谁更主动一些 你这个机会就更多 这是一个失误 是比法 孔林轩是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 这是一个失误 是比法 孔林轩是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 孔林轩是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 嗯 嗯 这个球发很漂亮 对 这个战术 发球的战术 在之前已经用过一回了 连续奏效 像这种连续的变化 你不能当饭吃 但是在关键时刻偶一为之 还是很见效果 出其不易啊 出其不易 那么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 双方是一比战胜的平手 好 特别煞 守华稔加油 守华稔加油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 这样第一个球 反正就看准了孔林轩 已经在这个竞体侧身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就干脆推你的这个反 推你的正手 所以今年的拼超 少了一个看点 就是张继科不参加今年的这个拼超的比赛 他一方面是觉得自己有伤 然后拼超是一周双赛 对身体的消耗比较大 第二个另一方面是张继科 现在这个身价可能让俱乐部接受起来 也是比较困难的 对因为价格比较高 然后他又不能保证自己的这个出赛率 可能对于俱乐部来说就是 也不敢接 这个球打得好 所以今年这个拼超的转会的标王 就是刘诗文 最后是699.6万 发觉擦吧 谢谢发觉失误 直接下吧 这个球就是利用这种限度的变化来调动对手 打你的正手再打一个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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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调动开了打你的这个空位啊 其实他和我们在网球比赛当中也经常看到这种战术 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 那么比赛双方的就是相互制约 我就 你调动我我也调动你 或者我尽量的 回的球让你接着比较难受 所以你顾不上来调动我 直接 你每打一个方向 我都能够很从容的判断 你是打我的正手还是打我的反手 对于他打这一拍并不仅仅只是想到这一拍 他会想到你可能下一拍的这个回球线路 我怎么再去调动你的下一拍 哦 切八球抢功 这一拍是一 迅雷不惜也要是支持打 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了 你打一个短的 我直接再往往前抢功 发一条插网 给看准着这个球发的比较长 直接反手拉一把 直接反手拉一把 太平了 太平了 反正东刚那一拍有点着急啊 想一拍把对方打死了 对 有一个心态上也还是有点急 现在双方其实还是在同一起跑线 因为前两军的双方是一比一战平 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 刚才孔定轩的回球下方 他这个回球稍微有点随意 有点随意 对 感觉没有太想好这一本应该怎么处理 随便处理一下就算了 就是无论推过去或者拉过去 不是很果断 这一拍 潘晨东也是刚犹豫了一下 还是在同一起跑线 也求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呢 我们刚才也说的 不仅仅是线路上的变化了 他在比如说发球的变化 轻重的变化 对 拍子运用的变化是削还是 还是拉 还是搓他一半 看潘晨东这个变化还是挺奏效的 有奏效的 连得两分 因为你始终长时间处于一个打法 对方也会适应 对 其实像这种发球中的变化 一直运用比较多的是叮咛 他的这个下蹲式的这个发球 经常让对方错手不及 这个回合比较精彩 这第三局打的很精彩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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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场比赛的第三局 双方是以9比9占平 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呢 双方各胜一局 把带好的 球比10 现在倒是孔宁先拿到的第三局比赛的基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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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进入相视阶段 退一本 这球在弧度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线路上是打对方反手 就比较斜了 这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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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台 死比十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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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见这个孔一轩方面叫了一个暂停 孔一轩 加油 孔一轩 加油 孔一轩 加油 看 反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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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啊 CBC 加油 加油 其实刚才孔一轩叫的那个暂停让我有点疑惑啊 嗯 因为他刚时是比较得势的 嗯 他可能刚才撑胜追击的话可能更好一些 他这一上来手就发凉了 连终了两分 孔一轩 加油 孔一轩 加油 果然是被韩震东守握了一个几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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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惜 确实刚孔林轩叫的那个暂停有一些失误 嗯 有一些失误 我觉得也是 嗯 这可能就是运动员这个大赛经验不太丰富 在关键球的这个处理上没有想好该怎么办 嗯 然后自己心里也可能没底 说我叫个暂停 然后跟教练来这个商量一下 比较可惜 对 所以有些时候啊 有些是需要这个 一鼓作气 一锁就 管他那么三千二十一 就把他拿下了 你想的越多 可能对手反而他的这个准备也就更充分了 对手刚才这手正在发凉的时候 你连续的击打 这个这个他已经非常被动了 你缓一缓他反而就缓不气 对 尤其是像对于樊振东这种经验比他更丰富的队员来说 休息一下对樊振东反而是好事 嗯 嗯 继续有点可惜 现在第二场比赛呢 呃 樊振东目前是以2比1领先 在前三局的比赛当中双方是 比方分别是11比7 8比11 13比11 好的 好 剩下 就我们非常这个难得的看到了一次 进台进攻远台防守的这么一个一个场面啊 哎呀 我们看孔林轩这两个球处理的都有点不在状态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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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战术还是没有问题 嗯 但是想到同时远台的防守非常被动 那么 呃 我这个防守的同时呢 必须要 防守 手中有攻 嗯 攻他一板 当然这么 这么距离那么远不好处理 这个游手转弓是比较难的 比较难的 对 但是这个想法还是有 嗯 因为这个球比较难 所以还是还是失分了 但这种球就是球迷最爱看的了 对 哈哈 哎 作为这个当时双方呢 都是利 利于这个这个避免这种状况的 王明轩 加油 王明轩 加油 王明轩 那这种中远台多回合的进攻与防守 更多是在一些这种表演赛当中啊 是的 嗯 大家印象比较深的 因为当年这个 呃 因为在八十年代了 谢赛克打着这个斋腾青 打过十路的大板 加油 加油 还有曹燕华对一个韩国队那位选手 好像也是 是出现过类似的场面很精彩 很精彩 球迷们当时都看得 看得很大呼过瘾 而现在的这种乒乓球的技术更希望自己是这个前三晚就能解决战斗啊 一快对快双方 一快是快 一快是快 反正中要 这个这这个球是更深一筹 加油 在第三局当中呢 孔林轩呢 有一个势头一上来 倒是 蛮好的这个局面 但是 最终 不剩丢掉之后呢 在这个第四局当中 就是这个上升的势头失去了 到越来越被动 这个情况倒是 这几分双方都把速度给打出来了 对 范花球3比7 好 berries 加油 stacked 加油 加油 嗯 七比五 你看反正都有点没准备好 刚才回球的时候犹豫了一下 嗯 再换一下这个手势 这感觉就不对了 对 不是在那个节奏上 七不对六 可能肯定是一质 终于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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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去一分钟 终于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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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